NBA常规赛 不过能够得到50分,罗斯需要感谢恩施西博度的帮助,全场比赛让罗斯打了41分钟,这或许会让罗斯想起当年的痛苦,在这场比赛的第一节和第三节,罗斯分别看下了13分和19分,三节战罢就已经让人看到了突破40分的希望,不过仅仅三节过后,罗斯就已经打了31分钟, 要知道他本赛季场军出场时间只有28分钟,而在第四节出段,军事连续命中两期三分,让西博度再也坐不住了,仅仅打了一分多钟后,罗斯就被重新踏上场,要知道罗斯第三节一秒没些,而此时第四节才刚刚开始,后面的剧本大家已经看到了,两队站至最后一刻,而罗斯也呼出去了,末段连续得奔, 在自己得分上50的情况下,帮助曾琳琅留住了一场胜利,不过看看罗斯的出场时间,40分51秒,接近41分钟的出场时间,全场最高,这可以是膝盖做过那么多手术的男人啊, 当年罗斯第一次大伤,西博度的过度使用难辞其咎,而复出后就遭遇再次大伤,西博度依然罪责难逃,当然,本场比赛罗斯的表现,也决定了西博度不可能不用他,如,或不是他第四节出段快速登场,森林郎也许就会被拉开差距,那么罗斯的再多的分数也是徒劳, 不过对于西博度来说,他真的应该吸取教训,不能毁人不倦了。